11月29日,梁洪奇为其下月即将在香港举行的本色慈善演唱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会上,机器和舞伴们小秀了一下多日练习的舞蹈成果 在真正的演唱会上,机器的舞伴将是吴建豪 但由于双方都没有时间赶在一起练习,只好找来替身,隔空配合了 双方是一样的,歌曲完全不一样,因为都是唱广东歌 还有就是加了一半的舞蹈是新的 比方说跟Vanessa的那一段舞蹈 那我前几天就开始学习跟Vanessa的舞蹈 但是我们有一个难度就是因为我都没有时间去台湾 她也没有时间来香港 所以我们会隔空跳舞练跳舞 就是我跟她的替身在香港脸 她跟我的替身在香港脸 所以到时候就是非常批默契的 机器表示为了照顾到后排的观众 届时可能会考虑在后排多加一个舞台进行表演 为了不输给Vanessa的六块腹肌 机器笑称自己也会勤作运动,练出好身材 至于在演绎比基尼这首歌时的着装尺度会放宽到怎样 机器表示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自己有去亲身去看过场地真的很大 而且就是很深 那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我会到场馆非常后面的地方 可能会在后面爆出来跳出来 然后甚至于在后面会有多一个舞台 就是让后面的观众都可以好像坐在最贵票价的位置 那么近的距离来看到我 所以这一次真的非常细心我们都想到了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场地 所以我们的research都做得很足够 对因为就是Vanessa她的身形太好了 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看她的那个六块的腹肌 所以大家都说我要没有腹肌要给大家看 那我就尽量这个月之内会把我的身体再练好一点 对到时候如果练不出腹肌的话就只好用化妆技术补救 对但是我会努力的 其实因为Bikini那一首歌就是大家都 甚至于我的同事他们都说 要要要要把上次那个tip top要变成三角形的那个bra操 现在还在造型师跟我之间在商量到底尺度要到哪里 但是我想应该是蛮有蛮不一样的 对 对